我第一次在这个义房宫的时候 这个师费灵法师 义房宫的主持师费灵法师 他就给我这一本经典 高王观世音经 我就觉得说 这个经典跟我有缘 后来有几次的启示 高王观世音菩萨跟我这样子指示 他说 你不一定要念前文 其实高王观世音经本来就很短 但是你如果紧急的时候 你很非常紧急的时候 你只要念经明就可以了 他跟我这样子指示 他说 你念南无高王观世音经 就可以了 他马上就闻生就苦 这个法我应该写在书上 而且好像我也讲过 对不对 好像是说 你只要在佛堂面前合掌 南无高王观世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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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变成清静 他说是这样子观想 观想有 你念南无高王观世音经 你这个头 你就变成白色的 清静了 观想整个头都变成白色的 就变成清静 再念南无高王观世音经 你这个脖子 这一段就清静 再念南无高王观世音经 你的上半身就清静 再念南无高王观世音经 你的下半身也清静 再念南无高王观世音经 你的膝盖以上 全部都清静 你再念南无高王观世音经 你的小腿跟脚 全部清静 就只要念这样子 每天早上念这样子 你全身都可以清静 全身都可以清静 这个是方便话 这个在经典上没有记载 经典上没有记载 只是高王观世音菩萨跟我这样子讲 他说你要早上念我的经名 然后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 早上念六遍吧 头是一遍 脖子是一遍两遍 上半身一遍 下半身一遍 这个大腿一遍 这个小腿一遍 他就 他说 这样子就全身都清静 他是这样子跟我讲 这是很方便的方法 然后我自己也写在书上 新书上将来 在书版的新书上也会这样子写 再念他的经文 那就更不得了 你看他的这个 能灭生死苦 消除诸毒汗